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欢瑞女艺人卸妆后,袁冰眼可爱,张雨西显黑,杨子还是挺清秀 欢瑞世纪这个娱乐公司最近也是受到了很多人讨论的 这个公司旗下有很多艺人,都是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面出现过 大家都是十分面熟的,旗下的女演员也很多 在镜头前一般都是光鲜亮丽的样子 下面就一起来看这个公司几个女艺人卸妆之后的样子 看大家都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个要说的是袁冰眼 这个女生最近刚播出的作品还是很有热度的 她在里面的形象也是很多变,有可爱的也有十分帅气的 演绎的都很是不错,而且长相也是十分漂亮的 看图中所显示的就是这个女生卸妆之后的样子了 戴着圆框的眼镜,看起来还是相当可爱的 皮肤状态也是很好了 到后面的这个图中是轩露 她出道也有很多年了,长相还是非常漂亮的 从小也是学跳舞长大的 后来演戏也有很多人喜欢 之前在陈情令里面的表现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这个女生也是最近签约了这个公司 看图中所显示的就是这个女生卸妆素颜的样子 可以说是天生励志了 和化妆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最后的就是杨子 可以说是这个公司里面热度最高的一个艺人了 发展也相当的厉害 不仅是电视剧领域 也出演了一些电影 演技还是很受大家认可的 平时打扮也是很精致的 看图中所显示的就是她卸妆的样子了 很多网友看到之后都说还挺清秀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都是什么感觉呢